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国元首登上检乐台 军乐团奏安中两国国歌 洛伦索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习近平15号下午通安格拉总统洛伦索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和纵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去年中安两国共同庆祝建交40周年 中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实实在在造福了两国人民 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事件 双方要更续传统友谊 实现共同发展 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安两国要既往开来 坚定地相互支持 共享发展成果 提升友好合作的水平 在此 我提议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表示 中方支持安格拉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实现国家发展振兴 愿同安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提升双边战略关系水平 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强调 中安互利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 双方应该加强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合作 中方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 赴安格拉开展多种形式合作 希望安方采取更有利措施 保障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安全 中方将继续实施好原安格拉医疗队等项目 增进人文交流和人民友好 习近平指出 中方支持非洲国家和非盟致力于通过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愿同安格拉等非洲国家加强多边协调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洛伦所表示 安中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国的支持与合作 极大促进了安格拉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堪称互利合作的典范 安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相信台湾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 安方高度赞赏中国 始终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 及重要国际关系准则 安方期待同中国一道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更多成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关于编制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经贸 农业 绿色发展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安格拉共和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洛伦所举行欢迎宴会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和安格拉在15号发表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内容已涵盖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五个方面 关于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声明表示 双方一致统一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加强相互支持 安方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内政 反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做法 双方一致认为 有必要对联合国际系附属机构进行改革 扩大非洲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方面 双方还将建立绿色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扩大光伏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电动汽车等相关产业互利合作 促进能源转型 保障能源安全 安方邀请中方企业在矿业 农育业等领域进行私人投资 中方鼓励中国企业参与投资 支持安产业链升级的项目 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方面 双方愿积极推进两国经贸合作 充分发挥中安经贸合作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 中方将继续扩大同安方的投资和融资合作 安方将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为中国企业在安经营提供良好条件 切实履行两国签署的合作文件 特别是中安投资保护协定 双方鼓励在贸易和投资中更多使用本币结算 便利两国企业减少挥兑成本 双方还将为推动本币结算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方面 双方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 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畅通等领域合作 避免将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政治化 维护能源和粮食供应畅通价格稳定 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方面 双方同意在文化旅游等领域加强合作 中方欢迎安格拉公民来华旅游 愿支持安格拉成为中国公民组团 出境旅游目的帝国 赞赏安方对短期访安 中国游客实施免签证待遇 双方一致认为 洛伦所总统访华取得圆满成功 标志着中安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 对推动构建中安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024俄罗斯大选15号结束首个投票日 首天的投票率为35.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其办公室完成了线上投票 此外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四个俄战区的投票活动 也都按计划进行 为期三天的2024俄总统选举 15号结束首个投票日 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 当天共有35.4%的俄选民完成了投票 俄总统普京当天在位于莫斯科附近的 新奥加料沃关地 使用办公室电脑进行线上远程投票 此次俄大选 官方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29个地区 首次引入线上投票 完成投票后 普京转过头 朝镜头挥手致意 投票系统提示投票成功 而在俄西部列宁格勒州的一个村庄 尽管当地人口只有约200人 选民们依旧积极前去投票 与此同时 克里米亚半岛的投票活动 也在按计划进行 在克里米亚西南端港口城市 塞瓦斯托波尔 选民们络绎不绝地前往当地票站 行使自己的投票权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后 被俄方纳入的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四个俄官方所称的新地区 选举投票也在平稳推进 由于四地仍处于战事状态 处于安全考虑 当地的投票活动在15号前就已启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选举备受关注 而这次的选举一共是有1500名的记者采访 外国媒体就占据半数 在普京连任毫无悬念的情况下 外界认为这次选举的投票率高低 也考验普京政府的支持度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 那么这就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大厅 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这块大屏 这就是俄罗斯68个地区的选举 所展示的一些实时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莫尔曼斯克 包括罗斯托夫顿河 包括伊尔库斯克 包括卡山等等等等 整个俄罗斯选举的都是在记者的 这块大屏上进行一个实时的显示 那么在大屏的对面 这就是我们凤凰威视的机位 我们第一个机位 这是我们第二个机位 你看这是一个中国时间 一个俄罗斯时间 特别是在此次的选举中 包括来自世界多个国家 驻俄罗斯的媒体 一共有1500多名的媒体记者 参加这次报道 其中一半是外国的媒体 那么当然了到现在为止 特别是俄罗斯此次的总统选举 有四个候选人 包括有三名党代表 还有一位俄罗斯总统普京 作为自建人参加这次的选举 有很多的媒体认为 此次俄罗斯总统的选举 是没有太大的悬念 但是选举是否诚实 这也是考验着 特别是此次最后选举的数据的得出 那么俄罗斯共产党副主席 也就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 赫里托夫尼古拉尼古拉尼古拉尼奇 他表示这次选举将考验着 当局是否诚实的 对这次选举的数据的公布 我们可以看到 在此次的第一天的选举中 也是出现了许多的乌龙 包括在莫斯科沃罗尼日地区 也是出现了 包括一些民众投票时 将墨水倒入了选举箱 其次在其他的地区 也是发生了一些 准备爆炸的未遂的事件 但是这些都是被当局 非常妥善地进行了处理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表示 在这次选举中 包括中央选举这种远程投票的系统 也是遭到了黑客的攻击 但是这些攻击 都被俄罗斯当局进行一个化解 有媒体解读 这也是反对派表示着 这些人对俄罗斯总统选举的 这种作秀的这种态度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 卢宇光 伊万尔曼萨维 在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报道 俄罗斯大选发生多起干扰和破坏事件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 潘芬洛瓦就表示 自投票开始已经拦截约1.05万 起针对于电子投票平台的网络攻击 同一个时间点 现在有票站被人纵火 至于票箱还有人泼了议题 很多的破坏 检查部门就警告 如果违反选举法的话 将会面临监禁 当地时间15号8时 俄罗斯总统选举正式投票 拉开帷幕 然而大选投票过程遭到频繁干扰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 潘菲洛瓦表示 自投票开始 以拦截约1.05万起 针对电子投票平台的网络攻击 攻击对象主要为 投票门户网站本身 也有个别妄图攻击远程投票 监察门户网站 与此同时 线下投票站也未能幸免 自投票开始以来 俄罗斯多个城市的投票站 发生暴力破坏事件 监控录像显示 一名女子在位于圣彼得堡的投票站 投掷自制的燃烧弹 投票站外墙留下燃烧痕迹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投票站 亦有人企图纵火 现场浓烟滚滚 但投票站运作未受影响 在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的五个地方 也发生嫌疑人向选票箱 倾倒绿色不明液体的事件 多段监控视频可见 嫌疑人在投票后 把绿色液体倒入透明的投票箱内 污染选票 莫斯科检察院重申 违反选举法最高可面临五年的监禁 另外在俄控赫尔松州 乌军炮轰两条村落的投票站 导致屋顶严重受损 多人受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俄罗斯总统大选首日投票 无论是在俄乌前线 还是在各地区的选举投票站 都出现了一些试图扰乱投票进程 恐吓民众以及示威性的武装行动 对此普京在邓天与俄罗斯安伟贵 承认理事国会议上就表示 俄罗斯将会以更加团结的态度 来应对挑衅行为 普京指出 自3月12日以来至今 以特种部队 外国雇佣军和乌克兰武装部队为主的敌对方 多次企图进入俄罗斯领土 发生多起破坏性恐怖袭击 尽管对方出动大量兵力和装备 但军委获得成功 俄方的防空系统摧毁了对方 大约95%的导弹和炮弹 普京认为 这些行动的目的 是企图干扰俄罗斯总统选举 他还表示 这些行动毫无意义 而另一个目标 则是转移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公众的注意力 普京在会议中还表示 俄罗斯将为所有在敌对行动中的受害者 提供援助和支持 同时他也要求俄罗斯民众 以更加团结的态度 来应对这种挑衅行为 以上就是风环卫视引力 萨尔维 热尼亚在莫斯科的报道 这一次俄罗斯大选的投票 从15号就开始 联合国安理会当天也召开会议 谴责俄罗斯试图在乌克兰 被占领地区举行总统选举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 根据国际法 这一类的选举没有任何的效力 俄罗斯代表就反驳说 这投票完全是按照俄联邦的宪法来进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重申 根据国际法 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企图 是无效的 联合国负责政治和维和事务的 副秘书长迪卡洛明却指出 俄罗斯在乌克兰被占领地区 举行大选不可接受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也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被占领土上举行选举 是一次赤裸裸的宣传活动 我们来说这些是 是一场过程的批课 写过在众方向 为如何维俄武器的犯罪 向其部分是陈兰亚那里 它侵害不依逸 整领土的乌克兰的 是证据的共识 相关关于 英國方面也強調這場選舉就是一場騙局 一場欺詐而已 在佔領區的選舉絕對不會得到承認 而俄羅斯代表就反駁稱 在屬於俄領土上進行投票 絕對符合俄羅斯聯邦憲法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因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邀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 將對澳大利亞進行正式訪問 訪澳期間將同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 舉行第七輪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表示 穩定的澳中關係有助於澳大利亞對華出口貿易 而對話會為兩國帶來利益 16日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 在澳大利亞普特酒產地南澳 向當地媒體表示 期待澳大利亞普特酒即將再次進入中國 並全面打開澳中貿易的往來 阿爾巴尼斯還表示 歡迎澳中外交與戰略對話持續展開 他並稱對話帶來理解 這在澳中關係中非常重要 有評論認為澳大利亞去年最後一個季度的GDP增長只有0.2% 要想拓展貿易最為緊要的就是從中國的貿易往來部分 一個穩定的兩國關係 確實能為澳大利亞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 那麽要事實說 我們很親密的報道 首批經由海上通道運送的 人道救援物資已經在15號抵達加沙 也分發到最缺乏援助的加沙北部 哈馬斯就表示在過去兩天 以軍向加沙的物資分發中心發起了五次的襲擊 造成最小56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 而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批准了野军 向加沙南部的拉法发动地面进攻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就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是以哈冲突的和平障碍 呼吁以色列举行新选举 总统拜登周五则表示支持 也认为舒默的讲话反映出了许多美国人共同的担忧 拜登表示在舒默演讲中提到的中东问题 也是他和美国民众共同关注的问题 致美国与最亲密的中东盟友以色列 关系因加沙战争而走向破裂的最新迹象 舒默周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 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 呼吁举行新的选举 舒默表示内塔尼亚胡已经迷失了方向 在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内塔尼亚胡是这一地区和平的障碍 众议长约翰逊随后表示 舒默有关以色列重新选举的呼吁非常不恰当 是错误的 他表示当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正在为以色列的生存而战时 批演如此分裂的角色是完全错误的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 呼吁罢免以色列民选领导人 这是荒唐和虚伪的 内塔尼亚胡政党利库德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人们期望舒默尊重以色列民选政府 而不是破坏它 在本月早些时候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后 拜登表示内塔尼亚胡领导战争 伤害以色列多过于帮助以色列 凤凰卫视张备员华盛顿报道 哈马斯在15号则是发表声明 反对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单方面授权穆斯塔法组建新一届的政府 也要求巴勒斯坦举行自由民主选举 哈马斯就批评阿巴斯 做出这一个单方面个人决定 指出没有办法凝聚 巴勒斯坦全民共识的情况下 组建新一届政府 不过是浮于表面的空洞之举 用意识在巩固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的单边政策 加剧国家分裂 而约旦河西岸 阿巴斯领导的政党 法塔赫现在则反准哈马斯 在去年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也让加沙蒙受劫难 也门首都萨纳和其他城市 在穆斯林摘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数千名也门民众上街示威 深圆巴勒斯坦 并支持也门军风加强海上行动 继续针对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 在星期五的集体礼拜后 萨纳和其他城市有大批 也门人参加油行 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 他们赞扬也门军方 加强海上行动 针对于以色列有联系的船只 在世卫中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宣布 用导弹瞄准使经红海的 以色列太平洋一号舰艇 他还表示 胡塞武装以多架无人机 袭击一艘使经红海的美国驱逐舰 胡塞武装领导人早些时候 曾表明会扩大海上行动范围 上星期就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进行了十二次行动 其中三次是在印度洋进行 把镜头转到美国 我因为美国国会众议院 在一周的时间里提出并投票通过 关于剥离TikTok的最新法案 两党都给予压倒性的支持 那么这次也是TikTok到现在为止 在美国遭遇到最严重的危机 到底TikTok会如何应对 这一款在美国最受欢迎的 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会被禁止吗 来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 美国观察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过去一周 展现出了罕见的团结 众议院以352票支持 65票反对通过了要求 字节跳动玻璃TikTok的法案 否则TikTok将会在美国 面临下架 目前各界都把目光 投向了美国的参议院 TikTok法案距离生效还有两步 一是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 二是美国总统拜登签字 白宫的立场已经相当明确 就是只要国会通过法案 拜登就会签字生效 白宫还积极为美国国会 提供技术情报等支持 但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并不急于承诺展开投票程序 他表示参议院还需要 对众议院版本的法案进行评估 而参议院其他议员 目前分为两派 以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保罗为首的议员 出于对法案侵犯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的担忧 已经明确表示反对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获利 认为法案无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因为美国参议院 就是由大型科技公司买单的机构 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沃娜 和副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 卢比奥发表联合声明 承诺致力于让法案 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TikTok CEO周寿兹 在12日已经抵达华盛顿 希望能够说服参议员 阻止这项法案 根据无党派政治支出追踪平台 Open Secrets的数据 去年字节跳动在美国的游说支出 增长了77% 达到了874万美元 如果TikTok在参议院的 大型游说工作宣告失败 那么按照法案要求 字节跳动需要在180天内 剥离TikTok 目前多位买家跃跃欲试 包括了美国前财长姆努钦 他正在组建一个财团 试图收购TikTok 据估计对TikTok的收购报价 将会超过1000亿美元 但不少专家 以及美国国会议员都指出 180天内出售TikTok不现实 华盛顿智库民主和技术中心专家 卢恩认为 即使有人买得起TikTok 这笔交易还必须经得起美国的反垄断审查 这将会超过180天的时间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 字节跳动并不会出售TikTok 这项交易在中国会面临监管障碍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4日表示 美方应该停止无理打压TikTok 相关方应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中国商务部在2023年还指出 出售或者剥离TikTok 涉及技术出口问题 这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 那么如果TikTok被强行下架 这就意味着在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里 将无法下载TikTok 但这并不代表现有的1.7亿美国用户 无法继续使用已经下载的TikTok 专家还表示 TikTok禁令无法完全禁止这项应用 TikTok用户会寻找解决方法来规避限制 甚至可能会创造出全新一代黑客 其实与其他的美国社交媒体相比 TikTok并没有比其他的软件 收集更多的用户信息 要真正确保美国人的 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方式 应该是通过数据隐私法 但是美国国会多年来 却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正如白宫所说 针对TikTok的法案 并不是针对这款应用的本身 而是关乎所有权的问题 而从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 一再试图禁止TikTok的根本原因 是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 以上就是记者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欢迎回来 英国政府交通大臣日前 在同当地汽车制造业代表会面时表示 如果发现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有政府补贴 不利于市场竞争 政府就会限制中国汽车的进口数量 英国政府交通事务大臣哈破14号 在出席伦敦举行的英国汽车制造商 和贸易商协会活动时表示 如果英国发现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有政府补贴 就会对其采取进口限制 他说他了解到这是英国汽车市场 很多业界人士的关切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能被破坏 英国媒体早前就透露消息指 英国保守党政府已经在暗中着手 对中国汽车制造商进行调查 但上述信息之前遭到政府否认 说并没有受到汽车制造商正式提出的调查请求 但英国反对党工党表示 如果发现中国汽车品牌相对于欧洲同行 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 英国应当对其加征关税 我身后这辆就是在去年春天的时候 开始投入运行穿梭于苏格兰城市 爱丁堡和法夫之间的自动驾驶公共汽车 不过到目前为止 投入运营的汽车总数只有5辆 在伦敦有当地的汽车行业代表 对我表示其实一直以来 英国的汽车产业人士都没有向英国政府要求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进口的智能电动汽车 征收更多的关税 相反他们认为如果在英国市场上 能够看到有更多的先进的科技 以及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反而会让英国当地的汽车市场 尤其是居民可以承受的汽车市场 能够焕发更大的生机 凤凰卫视 曹杰 吴若铭 伦敦报导 再来聊一聊是电子支付在疫情期间 伴随政府消费券的发放 在香港迅速得到普及 不过全面富强后 不少来港的海外旅客 还是青睐现金 信用卡等支付的方式 电子支付为什么难以全面的取代传统支付 来看我们的记者观察 出行 订餐 购物 近年来移动支付在内地迅速发展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民众真正过上了手机在手 畅信无足的生活 然而去现金化却给外籍人士 在话支付带来挑战 面向这一群体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欣松 月初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 提出三项病例新举措 包括将单笔及年累计交易限额提高5倍 要求支付宝 财富通优化业务流程 提高绑卡效率 以及简化支付程序身份验证安排 并鼓励旅游景区接受现金和境外银行卡等 香港也正面临同样的问题 特区政府从2021年起 连续三年发放电子消费券 一改巴达通横扫电子支付市场的局面 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使用移动支付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支付额度的限制 目前巴达通卡的处置上限为3000港元 跟银行卡绑定后 每天最多自动增值1000港元 虽然不记名的特点令巴达通成为安全载体 但却只能满足人们小额支付的需求 但巴达通其中一个实体卡制造商认为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另一面则是提升了安全性 更重要的是说 对手机做安全攻击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目前大量都是这种小额的支付 对于攻击来讲的话 收益不是很高 如果发展到大额交易的时候 实际上对手机的攻击就会很严重 作为超级联系人 一方面香港为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欢迎更多内地游客 不断增加手机移动支付的应用场景 另一方面作为亚洲的国际城市 也要考虑继续保留更受外国旅客青睐 隐私保护性更强的传统支付手段 欢迎回来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跟上15号市 在安理会表决通过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联合援助团授权延期决议后做解释性发言 对于决议草案未能与时俱进的反映出 阿富汗问题的最新进展感到遗憾 跟上说 中方对联阿援助团授权延期决议草案 投了赞成票 这主要是基于中方对联合国工作的支持 与此同时 中方对于决议草案未能与时俱进的反映出 阿富汗问题的最新进展感到遗憾 外国军队撤出两年半以来 阿富汗国内局势总体稳定 经济名声得到改善 地区合作持续拓展 同时在人道局势 经济发展 恐怖威胁等方面 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国际社会应该同阿富汗临时政府加强接触 一方面要保障对人道援助 而另一方面则是要再扫雷 替代种植 以及恢复银行系统 还有解冻海外资产 保障全体人民权益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协助 在美国的俄勒冈州 波特兰是有一名华人居民 之前在钓鱼的时候 突然遭到一名不认识的这白人就冲过来 而且是向他攻击 最后导致他的左眼被严重刺伤 现在当地的警方 目前没有把案件列为仇恨犯罪的调查 但受害人认为 他的华人身份是遭到袭击的最大原因 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一名来自中国广东 其13岁的华裔男子梁兴明 按照以往的惯例 早成到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维拉麦特河钓鱼 在12号当天 一名白人男子出现 未发抑郁就拿起棍棒对其进行痛打 直到棍棒打断才可以离开 据悉两人并不详实 白人男子持棍棒中欧头部 受害人左眼严重刺伤 医生诊断发现除了左眼遭到严重刺伤 左手骨折还有脑震荡 据受害人女的说法 他的父亲遭到殴打时 用手挡住头部 导致手部骨折 急诊医师表示 若当时没有用手护头 恐怕性命不保 据悉受害人不会说英语 遇息后没有报警 而是向家人求助 之后是请住宿的管理员 帮忙打电话报警 受害人使他电车回家 在回家途中 许多乘客看了他满身是血 却无人帮忙 波特兰警察局目前以攻击犯罪 而非仇恨犯罪展开调查 但警方表示 随着调查的发展 可能有所调整 但受害人认为 他遭遇攻击 是因为他的华人的身份 他不相信嫌犯有精神疾病 并指出嫌犯在施暴时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 美国波音飞机又在出状况了 在15号 一架波音737-800客机 是被发现外部面板丢失 另外此前由于 拉塔姆航空公司的一架 波音787客机 在飞行途中出现了 剧烈颠簸事件 造成有超过50人受伤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现在宣布将会召集 专家委员会要审查 波音公司对787客机 运营商所发布的检查指南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15号表示 旗下一架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 起飞的波音737-800型客机 在降落俄勒岗梅德福德机场后 停靠在登机口时 被发现外部面板丢失 航空公司指 将会对这架飞机 进行彻底的检查 了解损坏发生的原因 在完成所有所需维修前 飞机将不投入运营 美联航称 这架波音737-800型客机上 载有139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飞机在飞行途中受损 另外 此前由于拉塔姆航空公司 一架波音787客机 在飞行途中出现剧烈颠簸事件 造成超过50人受伤 波音公司通知所有运营商 在进行787客机的维护时 检查驾驶舱座椅开关 波音称采取此项预警措施 提醒飞行787飞机的客户 调阅其2017年发布的 所谓服务公告 其中包括检查和维护 驾驶舱座椅开关的相关说明 同时 波音公司还发布了一份指导 如何进行检查的指南 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就表示 波音公司的指南是为了回应 拉塔姆航空的波音787事件才发布的 航空管理局已经在召集专家小组 九事件以及波音公司的说明进行调查 白宫方面也对近期波音飞机 频繁出现事故表示支持航空管理局 采取调查监管行动 今年以来 波音飞机已经多次出现安全问题 波音公司已经正在受到严格的监管审查 波音公司表示 将需要一年的时间 修复其所有波音737 MAX飞机的发动机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月15号是匈牙利的国庆日 近一万名的民众是在首都布达佩斯集会 抗议总理欧尔班政府的政策 参加集会的民众挥舞国旗 有人高举欧尔班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画像的指牌 集会是由反对派商人 毛娇尔组织 他向民众发言的时候指 大部分的匈牙利人整个政治精英是失去了信心 而表示很快的将会成立一个新政党 来挑战总理欧尔班 所有想要为国家效力的人都可以加入 同时他也强调与欧盟合作的重要性 匈牙利媒体在上个星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 毛娇尔一旦阻挡大约有9%的人是会投票给他 而这将使得他的政党可能会成为最强大的反对党 而有参加集会的民众也表示 未来的政局将会发生变化 把镜头转到朝鲜朝中社报导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15号的公开活动中 首次使用俄罗斯总统普京赠送的俄罗斯产专用轿车 金正恩15号带着爱女出席多场活动 先是视察了朝鲜空降兵和两栖作战部队的演习 金正恩表示对演习进度感到满意 说朝鲜军方透过近期的多项重大训练 已在各方面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随后他继续携女儿出席平壤江东区的温室农场竣工仪式 金正恩为仪式剪彩 他形容这个温室是世界领先的蔬菜生产基地 江东综合温室拥有独特的现代化温室 包括圆柱形蔬菜种植温室和半球形玻璃水耕温室 为首都平壤市民生产和供应各类蔬菜 在一年间 江东温室的生产能力就比龙浦温室农场先进了一代 与田野和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的阁楼式房屋精美建成 被称打造了一个温室城市和农场城市的先进首都郊区 虽然朝中社并未发布金正恩在15号使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赠送的俄罗斯产专用轿车 但金宇正表示 专用轿车的特殊功能完美 完全值得信赖 就金正恩使用普京作为礼物竞赠的特殊专用轿车感到非常高兴 表现着充分体现 朝额有益 正在全面加强和发展到新的高水平 他并再次向莫斯科质疑感谢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某卫航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 开展数天跨昼夜多课目的实战化训练 检验编队立体攻防及协同配合能力 护卫舰支队发现目标迅速地发射多枚干扰弹 同步进行战术机动 而目标被精确锁定之后 编队各复破系统则进行协同抗击 声大部分真听到不明使下噪声 而编队就迅速地调整航向发射了数枚火箭弹 火箭声弹来进行打击 此次的海上训练围绕着重点科目 来进行专攻精炼 官兵们全程练攻防 而持续地应对多种敌情特勤 有效的检验编队各舰协同打击 及各级指挥员领机处置的能力 同时加速提升体系作战能力 中国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最近将经过基因编辑的猪肝 成功地移植到一名脑死亡的 患者体内 内地有媒体报道说 这次的手术也属于世界首例 此次肝脏移植手术在10号进行 以基因编辑株作为供体 脑死亡患者作为受体 保留移植患者自身肝脏 模拟了临床肝衰结患者的 替代支持治疗过程 移植的肝脏恢复血流后 即刻分闭胆汁 未见超级性排斥反应 以持续工作超96小时 主刀之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西京医院肝胆外科教授 窦科峰表示 移植的基因编辑株肝脏 在人体内能够发挥生理功能 说明未来有可能代替人类肝脏 目前中国有700多万名肝硬化患者 同时每年新增30万名 至50万名肝衰竭患者 而肝脏移植是肝衰竭 唯一有效的根治方式 窦科峰又表示 这是医学界第一次将基因编辑株肝脏移植入人体 也是人类一种肝移植 向临床迈进的关键一步 为下一步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知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国家自主设计和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二号将会在下个月的访港五天 雪龙二号访港主委会主席何建宗 16号在记者会上说 国家已经在南极科考40次 先后在罗斯海建立五个科考站 得知雪龙二号将完成重大科研建设 也因此争取雪龙二号回国的途中 访问香港 相信可以增强市民的国家认同感 另外一方面船上还有90多位的世界顶尖科学家 香港也将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下 与国际交流的特色 创新香港国际人才嘉年华2024 从今天起事一连两天 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云翰表示 希望世界各地的人才利用好香港的平台 以及一国两制的优势 为个人事业打拼和香港经济发展打下基础 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很欢迎的高财通 我们迎迎来了4万多名的高财通 已经到香港 要是算计他们的受养人 他们的配偶的话 接近10万人 这个成绩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在未来日子里面 我们去继续努力 为人才开放门户 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服务 本届国际人才嘉年华 共有超过200家企业进驻 旨在为求职者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就业机会 参展行业是覆盖了互联网 生物科技 教育科技等各个专业领域 热门应征职位则包括有管理 互联网金融银行等 活动当中也邀请到了内地政府机构 带领上百家内地优秀企业 来到香港进行人才交流 感谢云大臣凤凰骨剑阵列 许子定我们科学新闻 感谢云大臣凤骨剑阳